今天這條影片我們邀請到英國發展商代表 想來我們YouTube Channel 和大家分享一下 現時英國樓市行程 而過去這兩年 解約閣下是錯失了入手萬城或者百明漢市中心的新盤 接下來有些什麼城市值得可以留意呢? 今天這條影片我們一起看看 Hello Annabelle 你好 Hello Leo 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請到Manchester Slap Property 發展商代表Annabelle上來 我們Channel 和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萬城那邊當地的樓市狀況是怎樣的 Annabelle 想問一問 因為現在參考各大坊間的數據預測 估計2024年英國樓價大概由沒有起跌 到政府預計大概會跌4.7% 之前我們也拍片講過 Right Move Supra 那些 估計大概跌1-2% 那如果平均樓價跌 類似你們萬城發展商為例 那會不會在那個新盤的價錢上會有一些調整 可以很坦白地和各位說的 我們新樓盤是不會有減價的這個措施 而且坊間的那些數據 可能是一些合起來綜合其他不同地方的一些數據 目前我們看到在Manchester 市中心為例的指數是沒有下跌的跡象的 而我們的新樓盤或者其他同行的其他發展商樓盤都是沒有減價這個情況出現的 投資客會比較多還是一些自用客會比較多 香港買家多還是英國本土的買家會比較多 過了年之後這個月 比較多的是當地英國的買家 他們因為在去年的時候因為息口的問題 可能壓抑著他們買樓的這個暫時的決定 所以過了年之後他們都慢慢出回來看樓 也都比較多是自用的買家為主 但是譬如說因為最近我們收一些查詢很多朋友 尤其是上年年中打吼 就是打算買英國樓 但是因為見過息口不斷加 最近英雷銀行連續幾次不加息 現在很多朋友就很關注息口去向 就是看英國那邊什麼時候減息 如果最近找你們買樓的朋友 通常以你所見他們那個取貸是怎樣的 他們為什麼會選這個時候去入市買樓 分開兩部分的客人 如果是自用客人的話 他們喜歡買新樓盤 而且是樓花的話 都是希望有多一點的選擇 因為一來自用可能想選的樓層 或者景觀特別一些 如果是選到現樓的話 就未必有很多選擇 尤其是市中心 而如果是投資客人的話 息口對他們的影響就尤其是大 例如是一些原本將筆錢 可能放在定期的 現在見到的息口可能會回落 放在定期的 其實那個 著數就沒有那麼大了 可能就會想一下 找一些東西來買了 那會再重新看回英國樓 但是類似這班朋友 如果他們通常買樓 他們是選一些 幾次交樓的年期的 會不會說買一些現樓 還是選樓花會比較多 目前市場上面 比較多客人選擇都是樓花的 可能一來樓花 單位選擇會比較多 不過也有些客人 可能手上有錢的 他們可以full pay的話 他們都會看現樓的選擇 那如果投資呢 譬如說他不是買回來自用 譬如說買英格蘭 北部地區好一些 還是南部好一些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其實投資者角度 永遠都是數字行先的 看回報率 你就知道 大部份的投資者 他們是喜歡選北部還是南部的 南部我們 In general 都是說倫敦 那一邊的城市 那倫敦那邊 因為那個Ticket Price 價錢比較高一些 所以那個回報率 相對上自然就會低一些 投資者其實在近幾年 都不是最近的事情 近幾年 都比較傾向一些北邊的城市 一來就是那個發展空間 比較好一些 上升的空間也都大一些 對於投資者來說 那個回報自然 高一些就會是更加好的選擇 尤其是近這一年 曼城市中心 一些新盤價 類似 譬如現在這些 剛剛Launch的那些樓盤 一房單位說的 賣30萬出頭 兩房行常價已經去到40多萬 那我看就算好像白明漢 一些比較靚一點的樓盤 價錢都是差不多的 在說市中心 那以你所見 最近這一年 買樓人士 通常如果他看曼城或者白明漢 他們遇到的問題是在哪裏 這個非常明顯 我相信這裡你都應該會遇過客人會這樣說的 就是看了兩三面樓了 市面上的樓盤都被他看過了 但越看價錢就越高 越來越買不下手 其實曼城和白明漢 對比起五年至八年前 其實樓價的確是升了很多 那當然樓價升有人開心也有人不開心 未買的客人可能就因此而錯失了這個機會 他們就越看越買不到樓 北部地區除了曼城之外 有沒有什麼選擇 或者可以給我們其他觀眾們了解多少少呢 其實平時我們經常說的三大城市 曼城、白明漢、倫敦 我們都不需要多說了 阿Leo你都經常有提及 但其實有一個城市 叫做英國第四大城市 Shethfield 都是很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下 它位處於都算是英國的北邊的城市 但它的樓價就不像曼城 它亦還有大部分的升幅空間 來自於它的城市的發展 還有現時就算是市中心的物業 我們都在說不用二百萬 就可以有一個入場的一房 那Shethfield 這裡有什麼賣點 除了它的樓價便宜之外 在北部這邊有沒有什麼特別亮點 在這個城市上 Shethfield 這個地方簡單說一下 地理位置上大家在Google Map 都看到 但它自己的城市內部 它跟曼城有些相似的地方 就是它都有兩間大學在市中心裏面 也是步行路程 由市中心可以走到過去的 那固然之就會有一大群的學生租客 跟曼城的一個組成非常之相似 而它當中的市中心 亦都是非常似5至10年前的曼城 當地的市政府有大型的regeneration 亦都是市中心 是大家喜歡聚居的地方 那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這個地方的投資機會 但是如果過去的朋友 他買曼城很多時 就買個單位回來才出租後置用 Shethfield 會不會的 還是買回來可能純投資比較多的 目前我們的客人 如果是選Shethfield 這個地方的話 有大部分都是投資過曼城的 那可能想分散一下投資 選擇其他的城市 但是又想看到那個城市的發展 再加上就是如果將來 小朋友在Shethfield 讀書的時候 他亦都可以拿回來自己住的 那希望可以做到 Plan A 和Plan B 的投資決定 北邊的地方 我所知就不是每個買家都喜歡的 很多朋友看八明漢就未必看曼城 因為覺得太過北了 那如果北部地區 Shethfield 我不想考慮 有沒有什麼地方 類似好像 Birmingham 那樣可以想一想的 但是那個樓價又沒有Birmingham 那麼貴 如果Birmingham 的價錢 亦都阻礙到投資者做決定的話 那可以考慮一下 百明漢附近的一些小的陣子 當中有一個陣子 其實Leo 你之前也提及過的 叫Worster Worster 目前它自己 市中心是做著一個很大型的regeneration 其實我們投資者 很多都會想抓緊的機遇 就是當個城市未開始發展之前 我們就可以買到那個低水的日常門了 那到它發展完成了 那樓價自然就會向上升 亦都會有更多的當地的租務需求 可以帶動到那個租金的升幅 那如果比如你類似這些二線城市 就是我覺得算是二線了 是不是 如果我要買一些便宜的樓盤 我作為買家有什麼需要注意的 那如果投資者 或者是不是太了解英國的話 建議大家都是選一些現樓 或者是就快收樓的物業 那免得如果是長樓花的話 你自己又哆哆彎 又未必可以飛到過去看這樣 那如果現在在英國來說 譬如說我們買類似 Sherfield這些地段的樓盤 租務回報大概幾多厘度 拍不拍得住Manchester那邊的樓盤 剛才這裡你所說的二線城市 我們說Sherfield 或者Worster這些地方 雖然不是Manchester 或者巴明圈那麼常聽到 但其實他們當地做到的租金回報 都可以好像Manchester和巴明圈 做到6%的租金回報的 6%還沒有Net 減了洗費大概多少 如果扣除了洗費之後 就是行上開支的話 你預約5%落袋左右 OK 那一房兩房 現在當地買了多少錢左右 以Sherfield為例 一房的話就15萬英鎊左右就可以了 如果兩房的話就20萬出頭 都會有非常多的選擇 OK 那如果譬如說你們最近 或者接下來2024年 你們公司Slap Property 有沒有什麼project 接下來我們作為 如果打算是Buy2Lap 或者先出租後製用的 作為投資者可以值得留意一下 你看到我們公司今年方向 都非常之多元化 希望可以幫助到 不同類型的投資者和客人 無論在價錢上面的 多元化和地點上都是的 不過接下來我們今年 因為Oneport Street 都賣得七七八八了 我們都見到很多客人 其實都是最後階段在選擇單位 差不多在今年的時間 我們希望會全數售出之後 我們下一個項目 將會在曼茨斯特的市中心 給大家一點提示 讓大家期待一下 最後可不可以和大家觀眾說一說 就是較早前我們曾經說過的project 剛才你所提到的Oneport Street 現在賣成怎樣 最新的就是賣到大概幾個% 另外在Birmingham 你們的project 現在大概又賣成怎樣 我們在Manchester 還在賣的項目 沒錯就是Oneport Street 而Oneport Street 目前就差不多去到九成 我們還剩下最後10%的單位 也是最後一批的單位 所以大家如果之前有留意這個項目 也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聯絡這裏 看看還有什麼單位選擇 而在百明漢的樓盤 令Caster Wolf 我們已經在去年的時候全數了 最後Annabelle我想問一問 如果譬如我們有一些移民了英國的香港朋友 她想去實地看一看你們 Sharkville 最新的project 或者剛才你所說的 中西部城市 Worster的一些準現樓樓盤 可不可以去現場那邊去看一看 可以沒問題的 Sharkville 和Worster的樓盤 我們都預計在今年的第一季 差不多時間我們會落成的了 所以其實現時就算是去到當地 沒有我們的同事 大陸你都會見到建築物的外形的了 如果是想約時間進去看看 甚至是示範單位的話 我們都絕對歡迎的 不過要和我們英國那邊的同事約時間 就需要提早 最好提早兩至三天 這樣安排會比較好一些 其實較早前我們YouTube Channel 都曾經推出過Worster這個最新的project 叫做Service Gate 如果大家看完這條影片之後 想了解多一點 尤其是Bermingham 以南的一些地段的新盤 可以按回民志蘭下面的連結去看 今天這些簡單的updates大致上差不多 很感謝Annabelle的時間 那往後如果你們Manchester那邊 還有一些新的project 或者新的消息 到時我再找你拍片給觀眾去看一看 好嗎? 好 沒問題 希望好快再見到大家 好 今天謝謝你的時間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訂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